哈囉 宜樂百分百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林依蘭 有 非常緊張 是第一次 真的有一個人訪問嗎 對 青澀的向鏡頭前的朋友們打招呼 她是在她和她的她中 飾演徐瑋寧學生時期的林依蘭 第一部戲劇就受到大家歡迎 依蘭也分享家人們看到的反應 播出的第一天我爸媽就在家裡 就把她追完 對 她好像花了兩天就追完 然後我媽說她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就看到 應該就看到自己的女兒在裡面 她也蠻開心的吧 就很支持我 對 你不支持看我看留言嗎 因為很多人說有大力的 你是會一個看網友的影片嗎 其實我有偷看一架下 你就看到她覺得就是 欸 她講好開心喔 公司的同事也有傳一些新聞啊 影片給我 但我看到蠻多的留言就是說 頭髮很夾 眼眸很粗 很像男伴女裝 所以就是說是真髮還是假髮 是假髮 對 大家還是覺得出面吧 好 謝謝 而且就是現在有一個小說 是嗎 對啊 但我覺得我又很想去尾名 我覺得我怎麼就像 Michael Jackson 對 一蘭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 但第一次也出戲劇 就挑戰這麼沉重的角色 一蘭也分享拍攝前做足了很多功課 我當初去試這個鏡 其實只是單純 抱著一個想要演戲的心態去試的 然後也覺得這個角色蠻有挑戰性的 所以想說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需要去了解被侵犯的那些受害者 他們當下的一些心境是什麼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 那些曾經遭遇過的人的一些訪問 去了解他們當下的心態 尤其這一幕 遭成以文實演的狼獅 情犯的片段 拍攝當下 一蘭也壓力大到情緒崩潰 拍那一場的時候 我們有先走位 然後走位的時候 情緒都還蠻平靜的 因為就需要了解 等一下拍性情那一場的動作會是什麼 所以在走位的時候 就還蠻 就覺得蠻安心的 對 但是 我們在試戲的時候 以文哥他 給我的情緒都還蠻真實的 所以我覺得 當下的情緒就 我就 真的有被嚇到 對 所以 就大崩潰 開始哭 大家都還蠻幫助我的 就是 他們先給我一些時間 讓情緒平靜下來 然後 那個Casting姐姐有 過來擁抱我 安撫我 對 然後 後來我情緒平靜下來後 導演有過來跟我討論 他說 就是剛才我大崩潰 我是以 林依蘭的情緒來 就是 面對這一件事情 但是 我現在不是林依蘭 我是林依蘭 對 所以導演他有跟我聊一下 然後最後就 有做到 他想要的 好事沒有小孩 把妳當是自己的女兒 妳知道吧 不知道 其實是不是也是被他的氣場 就是震撼的道理 真的有 然後因為我們 私下也沒有交流太多 我沒有聊太多天 所以 我覺得這個對 我表演的時候 也蠻有幫助的 因為就是 要有一種 尊敬他的感覺 所以他私下有什麼建議 在對情緒 那一場很 情緒很重的那一場 他就是有拍拍我的肩 就說 你沒問題的 對 對就是 叫我安心 因為我本身 我就很討厭被 刻意被碰觸 我很討厭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 你沒有吃就不要碰我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跟 凌晨夕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就是把我自己的個性 跟他做一個連結 私下和角色晨夕有相似的地方 但以下這一點 他就跟晨夕的個性 完全不一樣 真的沒有這件事情 你聽到的都是謠言 我想林晨夕 可能是因為學校的 課業壓力太大 所以才會捏造出這些謊言 是 你為什麼要說謊 說謊很好玩嗎 現實生活中 你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應對 就是父母家的態度 我會很生氣 我一定要對方相信我 然後 因為我很討厭被冤枉的感覺 就我很不舒服 然後如果他們真的 不相信我的話 我會過不去 所以我會 用盡所有的權力去 跟他們講 對 去辯論什麼的 那不會像小時候 就是還是悶在一起 對 不會 因為我母羊座 對 一樣講出來 對 你臉色怎麼這麼難看啊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沒有 好 來 趕快吃飯 我很慶幸可以跟丁寧姐 還有一整個一起對戲 因為他們是大前輩 然後也 就跟他們對戲的時候 我覺得蠻過癮的 因為他們會 丟給我很多情緒 很多東西 你說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 有一場戲就是 小晨曦要跟她坦白 對 她得性情 然後我覺得那一場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丁寧姐她 對我的關心 用她的眼神 所以我覺得當下我 顯露出來的情緒 就是真的有被她 就是影響到 然後跟一正哥就是 她也用了很多 不同的方式來 就是質問我 所以就讓妳可以 很自然地在一起 對 就是 對 我覺得那些 都是還蠻自然的反應 能和這麼多資深前輩同框 相信一蘭也吸取很多養分 希望在未來 看到更多精采的作品喔 拍完這一部我覺得 好像對表演和演戲這一塊 更有興趣 她和她的她討論到 蠻多議題的 不管是跟家人啊 跟朋友 或是在職場上工作上 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戲 觀眾都可以 在不同角度上 都有可能會 跟自己產生一些供應 所以推薦大家去看 巴拉彩包組整理包刀